在急诊科医生近期的剧情中,丁杨试验的音响受到网络单试验的江小琪召唤回国,不仅带来了科室几缺的科研基金,还是江小琪最好的五星机闺蜜,音响一直暗恋着江小琪的男朋友秦玉宁,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,不争不抢而且大方祝福江小琪,关于暗恋闺蜜男朋友这件事。 丁杨表示,我饰演的这个人物没有那么心机,所以在江小琪跟秦玉宁在一起时,音响是不会有任何行动的,不过观众看剧的时候可能觉得我是潜伏在他俩身边的人,不过丁杨随即打趣地说道,其实我自己还是蛮想演一回多人所爱的坏女人的,我不想再隐忍了。